我们先从今天早上最新的 阿伯拿4300万 现金买房这件事情 今天最新的爆料 而且是4月的时候就已经买房了 那今天早上其实大家也都在质疑说 钱从哪里来 结果阿伯说这个钱 是他选总统的补助款 那接下来的疑问又是 那为什么选总统补助款当初 不是说要用在公益用在党的身上 怎么都用在阿伯自己身上呢 结果很多人就开始去翻阅民众党的财务的办法 结果发现只有选总统 才可以三分之二留在自己口袋 只有选总统为柯文哲两身打仗 其他候选人不行 那以这样子的状况来讲的话 柯文哲这一次选总统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们有已经帮大家整理了 威里MM就说 柯文哲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个人补助款 一定要30块钱 要拿到的一亿一千万 然后其中三分之一按照他们民众党的规定 是要上缴党中央 所以 使缴了三千六百九十万 对对对 另外七千三百八十万 完全都是在他迫败 重点是这个归个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美感在这里 柯文哲今天跳出来讲 甚至他们也说 这个就是作为他办公室使用 过去什么总统候选 蔡英文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美感就在于 过去的这些总统的参选人 他们那个补助款 他们是要先捐到他们的基金 由基金会的名义 他们通常都会成立基金会 然后基金会去做公益 但重点是基金会的钱即便解散 他也不能回到个人身上 因为钱是捐出去 但是柯文哲今天买房子 没有用基金会 他其实有个重望基金会 就李文中的那个基金会 他如果把钱给重望基金会 再由重望基金会去购置这个办公室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说得过去 之后基金会如果解散 那个就解散 他不是 他是用自己的名字去买房子 他认为那钱就是他的 这个很重点 他这样在都知道 为什么陈佩琪5月开始去看那么多豪宅 他有七千多万而已 满手的陷阱 他现在买一间办公室 然后还有存一些钱 那钱是不是能拿来的 可是七千多万 四千三百万 全部现金都拿去买房 都不贷款 然后剩下三千多万 要买一点二亿的豪宅 这钱怎么办 所以大家在帮柯文哲 算钱就是说 他的钱到底藏在哪里 他的钱到底藏在哪里 是不是他的基金会 通常就算手上有这么多钱 也不会全部拿现金去买房子 他可能有一些钱会拿去做其他的使用 这种就是穷人的思维 哦哦是 你就会算说 帮柯文哲算说房贷要多少 比如说我们说 自备款要准备多少 那是穷人的思维 你们都想到贷款 真正的有钱的买房子 没有在跟你想这个事情 真的 因为我不是有钱 所以我都是用贷款 我不知道有钱是怎么想 整笔现金就丢进去 对我常常看新闻说什么 几亿的豪宅 然后有钱都全部都是现金买 为什么他们不贷款 贷款不是比较划算吗 因为你贷款你还要付房贷啊 哦 所以这个有钱人他为什么要把 他如果我手上有好奇异的现金 为什么我要去贷款 为什么我要把钱给赢房赚 所以这个智慧是不同的 哦 所以你看我们柯师傅 他直接4000万 办公室就给他夾进去 他们就给你贷款了 哦 所以他配其夫人要看1.2亿的豪宅 那他1.2亿也不贷款吗 我看那个pastu 看那个看咱们是没有打算要贷款 真的假的 他还有金主陪他去看房 哦 还有那个乌冈大王 闹一龙 他也不知道那个朋友是什么来历 反正是10个人都可以陪他看房 跟你去看豪宅的那个朋友 你会不知道他的来历 你该不会那朋友还会顺便说 啊不然这个我拿你出来 有些秘密我们现在不方便在公开 不然干嘛陪他去看房 我听到的更劲爆 怎么样 我不能讲那么多 我会告 哦哦哦 民主要去查他们去看的立法院那一栋 1.2亿那栋 就原力群因啊 那个人以为屋主是谁 他看那边家的处住是谁 处住 是廖易隆吗 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去查啊 哦哦 要来那个就更合理的 比如说我去高嘉宇的厨 高嘉宇又买我厨 哦 一桌我去看你们家的厨 我看不到那一栋 我又有家的 半买半相送 我又有家的高嘉宇 你是不是三米十一的 你如果有钱 你怎么记在那个小钱 哦 难怪要去看那里 然后又买了立法院旁边的办公室 又买了立法院旁边的房子豪宅 那大家就问啊 台坡大楼不是已经有租给你办公室 你目可重望 你所有办公室都已经在台坡大楼 连你儿子的公司都在台坡大楼 你又买一间办公室 到底要给谁用啊 网友就是要说 这还是高嘉宇的思维 穷人的思维 哦 不好意思 有钱人 你那时候狡兔有三窟 有钱人房子就跟资产 就跟那个 你知道我们看到那个公宅 会想要收集 像我去日本 我就买了那个鸡牛特战队的工宅 然后从日本带回来 是 然后摆在家里看 我觉得很开心 对 同理可证 这是有钱人的思维 这个车放一间室 你每天 看着就好开心 到处都是我的房子 散步从仁爱路走到杭州南路 再走到立法院 你在散步的过程中 啊 这个我爱死 哇 那感觉真的是很开心 你们有钱人买那么多房子 买坪数那么大 那还要打扫不是很累吗 对啊 同人的思维 哦 有钱人要怎么会自己打扫 哦 很像办店一样 回到家以后 那个床都铺好 好舒服 哈哈哈哈